13岁女孩为父报仇 收起刀落淡定变身铁血萝莉 包子今天带来电影《我不好惹》 贝奇的妈妈一年前因病去世 然而她还没有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 爸爸就找了新欢 这一切让贝奇变得叛逆 而这天爸爸直接将女友和他的儿子带回了家 贝奇很不开心 但他养的宠物狗却凑了上去 也然一副一家人的模样 餐桌上贝奇没有一点胃口 爸爸却宣布了即将和女友去扯这么的消息 这无疑是在贝奇的伤口上撒盐了 他无法接受这一切 于是跑到了树林中的秘密小的冰线 另一边呢 戒备森严的监狱里 一个光头模样的老大 和他的三个手下成功越狱 接着在路边拦下了一辆小轿车 不仅杀掉了司机 还将车上的两个孩子都灭了口 但他们的目标不至于此 他们来到了贝奇的家里 制服了毫无防备的贝奇爸爸 但在面对母子时 大块头心软了 他偷偷将母子俩放出去 不过他们很快被另两个同伙发现了 此时儿子说要去找贝奇 继母为了不让贝奇陷入危险 只能谎称贝奇是他们的一条狗 恰好此时 一条狗狗就捂出了 被他们当场击毙 远处的贝奇用望远镜看到了一切 母子俩被抓回去后 他们开始寻找一把钥匙 但是呢 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 此时贝奇已经看到了房子里的状况 他想拿手机报警 却因为够不着 只能拿走对方的对讲机 老大发现一个女士书包合一部手机之后 立马意识到 还有一个人的存在 老大逼问着贝奇的下落 期间 还向警察推开了一枪 贝奇听到惨叫后 立马通过对讲机告诉对方 自己在邻居的家里 已经报警了 但这显然恐吓不了他们 因为最近的一户人家 在2.5公里外 而对讲机只能在500米内进行沟通 于是大块头将爸爸带到了院子里 对他行刑 贝奇不忍爸爸受苦 想起那把在地下室找到的钥匙 赶紧拿了钥匙就去救爸爸 但爸爸为了不让贝奇陷入困境 自己挣扎着逃了出来 但最终 在贝奇的面前 被老大击毙 此时的贝奇满心都是愤怒 于是拿着钥匙 就扎进了老大的眼球 又拔了出来 接着逃回树林 此时贝奇的黑画质逐渐叠加 他发誓一定要为爸爸报仇 于是他将画笔和尺子做成了武器 在其中一个手下寻找他的时候 他丢出硬币 吸引注意力 接着用画笔对他进行攻击 贝奇一寸一寸 用尺子扎透了他的脖子 男人死了 贝奇很快将脸上的血迹擦干 布置好了第二个陷阱 在他的隐忧下 又一个手下来到了码头 被鱼先绊倒之后 他的胸前扎进了铁钉 贝奇顺势朝他的头猛砸 但毕竟踢操肉后 对方没有怎么受伤 于是贝奇将他踹进了湖里 对方大喊着 不会游泳 贝奇便赶紧驾驶着小船开启马达 毫不犹豫将他绞死 眼下对方就只剩下两个人了 在离开时 他遇到了大块头 对方身高体重优势太明显 贝奇毫无还手之力 好在大块头良心发现 他想起上午被杀的那两个小孩 实在不忍心再对贝奇下手 于是就放走了他 但贝奇没有收手 夜晚他弄散了汽车的警报 老大马上出门查看 在开门那里 也突然出了头咬住了手 贝奇开着车撞向他 但他眼急手快躲开了 接着贝奇来到一杯沟火前 唱歌吸引老大的前来 在询问钥匙下落的过程中 他拿起了玩具手枪 但里面放的却是汽油 老大被点燃了 但他在地上方滚几圈就扑灭了火 贝奇也很快陷入了困境了 好在大块头出现了 大块头要求他放了贝奇 并和他扭打在一起 此时的贝奇驾驶着一辆重型出草机 静止朝老大驶去 很快将他碾成了肉泥 而大块头还在寻求一线生机 消灭了四人之后 他们抱了紧在审讯室里 贝奇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多处时 吃着曾经讨厌的水果软糖 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影片有一个帅气的名字 我不好惹 15岁的女主演绎了一出 杀人版的小鬼当家 他愤怒 机智 果敢 拥有好运气 最后将带来灾难的钥匙挂在了身上 带着十足的讽刺意味 但影片最后也没有对钥匙做出交代 看起来像是有序级的节奏 这么一个铁血罗里反杀坏人的故事 你喜欢吗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然后再看看